现在这个水培啊 整体长势还是不错的 你看 包括这边的机制栽培 整个长势都没问题 因为我们这种棚 实际上是不适合做跃动的 但是我们今天也是一个大团的一个尝试吧 做跃动 整体来说受也影响了 但是问题不说像想样的呀 就不能做跃动 经常有种植后问我 就说我们做这个 无土栽培 这个亩产量 有三万斤吗 能不能达到五万斤呢 经常有种植后去问这样的一个问题 说实话 有些人告诉你 种番茄 无土栽培 亩产三万斤也好 或者五万斤也好 那仅仅是一个数字而已 对于我们种植后来说 没有任何意义 你要去考虑的 不是亩产多少斤 而是考虑的是 你生产出来 一斤番茄你的成本 比土壤栽培低了多少 你要算这个账 你好比说 亩产五万斤能不能达到啊 很轻松就能达到啊 是吧 因为现在番茄都是无限生长型的呀 但是你考虑的问题没 你好比说从现在开始种植 就是远远分开始种植 你到五月份结束 这个时候啊 基本上番茄可以做到七分果 产量呢 大概就是说 常规的大番茄啊 产量一般在一万五千斤左右 这个时候啊 你还能卖上一个好价格 但是为了你 为了追求产量 那你可以让它 照到八月份 九月份 母产三万斤 那或者五万斤 没问题 但是说你约下了情况下 还有一亿吗 那时候了番茄市场上一抓一大把 几毛钱一斤便宜疼 那个时候你种的也多 赔的也多 是吧 所以说呢 我们啊 做无数栽培 你要算的是一斤投入的成本 要比土壤栽培低多少 第二个 就是啊 我们平时种植的时候 一定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茶口 去种植 这个合适茶口 包括什么呀 包括啊 家味的问题 农产品家味的问题 啊 第二个呢 就是啊 大棚啊 这个食用性问题 你说东西是番茄糕 但是你的大棚是个小工棚 那你也种不成啊 是吧 还要考虑你大棚的问题 这些是我们种植户 去需要去考虑的问题